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言论接行 今天来到将军澳 在我身后大家看到了 新都城中心三期 今天我们来到8月 会有一个全新的尝试 就是每一天我们会播八个节目 有些人说 你网台都播到八个节目 Paul也冷笑了一会儿 我们就由8月1日 就是明天 明天开始 每天的8点踏正 开始就会播一个新的尝试 所以我们今天就热一下生 来到将军澳 找Paul介绍一下 因为他是乐区之王 就是传媒例计乐区 乐区可能都是他 他故意在街道生活 好 资料 我们今天找到当区区议的关心 对 我们来到新都城中心第三期 找到当区区议员 中錦麟的 中錦麟刚刚在这个区 就是你的军区 是的 各位早晨 早晨 你好早晨 这个叫落水南瓜 我们用一个新的模式 因为我们在战略新闻乐区中 一样东西 就是希望下多些区 和一些议员一起看一下 他们的观点是如何 因为我们觉得区议员的水平 是越来越高的 还有大家太事无忌 但是踩区议员 我真的觉得不太好 要自便一下 是的 今天好些 因为之前其实你们也来过 上次下大雨 今次天气好 不错 刚才有雨 但是没有上次那么大雨 喂 我们今天看一下本地报章头版新闻 因为我们A1解困 首先 也有很多报纸 就说回报纸的 譬如你想想 东方日常说 这个律政司告 苹果和爽報 就成为了今天东方的头版 之余 其实这个也是今天AM730 大公报的关注点 大公报做了头版 大家可以看看 大公报做了头版 另外 其实AM730 都以此为头版新闻 不过AM730 就放了A2 就是苹果日报上报 避空藐视不停 因为A1有另外一宗 更加重要的 就是他老板受集 就是他老板受集 施老板受集 是 如果不是可能就是A2 就放了头版 AM730 施永秋受集 你猜 可能其他报章没有兴趣 又不是 好像博龙美 明报又放在这里做版头 是为了今天明报的头版新闻 施永青开车 被人截停了 便搏玻璃 苹果也是 苹果也是 苹果也是以此为头版新闻 苹果也是 苹果也是以此为头版新闻的 大家就说苹果爽报 苹果是想讲买 苹果也是 倒仆 老实说 我觉得答案解困很轻 现在白贅 希望警方会有一定事 快开始破案 真的希望警方有一定事 regular 就是現代教育 你知道現在他們臭名軟博 還賣A1全版廣告 現代教育補習新境界 級數奠定最強 明天普寫補習新境界 還要出Teaser 明天出東西 補習新境界就是 現在出貓不會舉報你 還是教你高明 或實性教你出貓 是否有些問題呢 你這個選區 比較多年輕人 又比較多中產人士 又比較多年輕父母 幾樣東西加起來 我相信你這個區 對於補習的需求都高 中產才有錢補習 很有錢的人不用補習 因為他自己請 只是叫人上補習 所以現代教育這件事 還叫人補習 還不肯認錯 二十多年來現代 繼續帶你學生 走廣告公開試試煉 完成大學夢 還以為沒有賣廣告 他那個真的是試煉 怎樣看這宗補習社 還在奮力 說自己好點呢 吸數奠定最強 什麼是吸數呢 他前面沒有指的 沒有指的 出貓吸數 奠定最強 取消分數 他是最強 是否這個意思呢 還出廣告 我想他們這些宣傳 都上細細底 雖然之前 可能 郭文貧市 他們有些負面新聞 但我又不覺得 學生因為這樣 又不補習 或者反思了補習的意義 譬如這裡的補習社 都越來越多 我讀中學的時候 其實張規路沒有大型補習社 現在都 只是這裡 都兩三間 會不會說這個事件 這個 懷疑抄襲的事件 就是可以令學生反思補習二呢 如果有個媽媽突然衝進來 問你 居然是居然 我兒子想補習 補哪間口 可否補現代 我們怎麼回答他 我們就不會介紹 你覺得兒子 誰能配合你 就是補哪位老師 但雙品說明條例 奠定最強 那個最強的定義 他沒有問題 因為他是奠定最強 即未是最強 原來奠定就是這樣 對 這些是中文科 這些真的是中文科 中文科 陸水藍最強 不是 未是最強 不是 他可以辯 剛才Minsan說 他還沒寫什麼級數 到時候他想到 是 我們是出貓級數 沒有人跟他爭 沒有人告他 立即沒事 我覺得現代教育 實在是非常醜陋的 因為還有結果 有一群學生出來開記者會 對 告訴公眾 告訴媒體 不是 是阿Sir教我們 抄襲過 所以那種醜陋 已經是很明顯 但我覺得現代教育 又似乎想通了答案 他們自己解困了 我覺得 如果我們用解困新聞學來看 現代教育還敢出一個全版廣告 在星道 你知道星道有多少學生加上看 有多少學生 放榜 基本上是學生體的報紙 其中一份 重要的是補習新境界 他意思是什麼 他說明我們作為一間補習社 他的意思是 我沒有想教你道德 人格 你不要想我教好你的兒子 教好你的兒子 要不是家長來自己做 要不是你剩下學校的老師 訓導主任做 作為一間補習社 我純粹真的擺明就是一間學店 所以我們 急速墊平最強 你來不來光顧 你來光顧了 我們就 確保你的兒子 譬如考五星星比較多 怎樣怎樣 他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明白你記不記得 他是這樣的意思 前幾年還有一個補習社的報告 說這個補習社很嚴重 我媽媽都喜歡他夠嚴重 這個補習社現在都不見了 或者不知道還有沒有同學去補習 他純粹是商業角度去看 你這些有很多派人士 我首先覺得 你很贊成現代教育這樣做 我贊成他這樣做 因為你一定買個服務 買個服務 我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需要學 我只想要一個好的成績 這是天空地道的 考試指示求分數 但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是否真的能夠送給他 你是否幫到我求分數 你不是 有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所謂學店一個大眾道德討論 第二就是 你作為一個服務供應商 你是不合格的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剛才說 我媽媽都喜歡補習社 結果搞不定 還有道德標準的補習社 搞不定的話 現代教育應該去盡一點 全部那23個中文科 被扣了一分都沒有 取消資格的那些學生 他在現代教育 給多少錢補習 全數回回來 應該是這樣 你還有一間學店 你給錢 我就給你分數 你現在沒有分數了 我就給你分數了 這個是那些瘦身專門店 不一向都做開 就是這樣 答案應該是 拿不到的 就給回水之類 一向都做開 是嗎 這個是答案 這個是答案 沒有所謂 反正大家很慘 現代教育那一兩年 大家又忘記了什麼事 香港人都是在眼前的廣告 突然之間 令到你 cash 到你進去就進去 所以大家選擇 好雜誓的時候 看看大家想要求什麼 如果你學到的就學到的 大家各自修行 好 今天我們基本上 除了這一宗之外 還有一宗 都是成為了頭版新聞的 就是繼續這個唐公案 唐堂成為了今天的頭版新聞 因為昨天就上庭 繼續 潛建案件還未完 亦都有報章說 唐公案的主角 終於出來了 我另外趁議員在這裡 我想問一下你 老實實 你們那區 西貢區 其實潛建都挺嚴重 雖然它不是去到北區那些 潛建多兩層出來的那些 但西貢區真的多寸屋 其實很多人有潛建 因為就算我知道很多做媒體的人 自己都有潛建 但是看到這宗潛建新聞 就狂罵人家潛建 但是自己的潛建 又遲遲未動 很多媒體人會 其身不正都挺恐怖的 但是你在這區 這區的就難一點潛建 少一點 一棟棟 這些高的樓 就算是潛建 應該是輕輕的 窗 窗盔 空間 冷氣機 冷氣機現在都少了 因為現在用了分體式 其實都很難 還有我們這裡的樓 也有一個冷氣機位 又這麼新 當然就不會 那會不會你們在西貢區 討論潛建問題的時候 會有多分化的呢 即是舊區的 就說這些是 怎麼搞啊 這些居民的問題 其實過幾條街就是 過幾條街已經有很多 很多村屋 我看到很多人有潛建 有些是整層樓 用天台 潛建的健身室 都很多人不會這樣做 例如你這樣 你這些應該少一點 會不會有個分化呢 在區議會 沒有怎樣談過 這個潛建的問題 在西貢區 是啊 我們區議會沒有談過 或者屋餘處 他做一個村屋的 潛建的申報計劃 其實都沒有下來 區議會很詳細解釋 不過因為我的選區 最近有些驗槍計劃 居民就很緊張 我們有些框可能是潛建 框 有些窗框 可能會加多了窗框 就很緊張 就抓住我問回政府部門 接下來驗槍、驗樓 那些結算 我們解決新聞學 看得仔細些 怎樣新的樓的窗 的框都可以潛建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其實就是因為我的選區 有些居屋 那裡居屋都二十幾年的樓齡 但是裏面 有些露台的位置 就太過開放式 可能居民 什麼為之太過開放式 就是 因為你說給大家聽 其他住居屋的人都留意到 都留意到 不用被人抓 是的 其實很普遍的 就是在露台的浪三位 那裡 都不單止 玻璃就比較少 不過有時候 那個位置是沒有窗框的 很多時候 居民就自己加多窗框 可能因為防盜的理由 防止打風下雨 那些魚撇入屋的理由 這些都很常見 你知道 二十年前的露台 不是真的 我們今天真的有個門 可以走出去的露台 只是開了一個窗位 二十年前 即是大概九十年代 或者八十年代 那些露台就走不出去 反而三十年前那些就行了 是的 所以有時候居民加了些框 就會緊張一些這些的潛建 那你會怎樣建議他們 如果真的有個居民 住在這裡附近 又不知道又沒事 會抓你上去看 你會上去看 其實是普遍的 你不是專業人士 我也不是專業人士 唯有要政府部門去回答 因為政府部門 但政府部門不見到 一定要去做 否則會發展 都會有一個執法的次序 我都問過政府部門 最起碼是強制驗槍 純粹看槍會不會掉下街 遲些可能 我的區慢慢要做強制驗樓 可能再看潛建 但我都問過一些執法部門 可能如果是強制驗樓 都可能只是紀錄在案 看看有沒有即時危險 都有一個執法次序 正如村屋的申報制度 都其實有一個執法的次序 我想他們處理這些多層流域 其實都一樣 其實老實說 新界那些 僭建申報制度 都登記完了很久 好像很安靜 都沒有發聲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會不會其實 這個就是陰謀論 其實都準備公佈 但這件事發展負責 會不會是因為各種原因 所以現在這件事還未出街呢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如這樣吧 我們今天多謝二月來之餘 想問一下 如果你真的懷疑 就算住新區 你那些窗框真的有機會違法 不是規格 要留意窗框的話 要找個答案出來 有哪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第二、第三 我始終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人士 但你見得多 見得多 街坊在裡面都會討論 第一就是要看會不會跌 會不會跌 如果有危險的話 你不用來了 有沒有僭建 難怪你都要靜 勤制嚴槍就去 那時候已經好像說過 是 那個是會說話的槍 你的槍不懂得說話 還要叫你走開 哎呀哎呀 如果你把槍自己都一一聲 那你解饒症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第一點 但有沒有第二、第三點 第二、第三點 其實都是要等執法部門 去釐清它的標準 或者執法次序 究竟是想怎樣做 但是市民怎麼知道呢 例如居民 其實是很難知道的 或者有時候我都是要居民 告訴我 才知道有哪些位 可能會遷見 或者同一款單位見得多 知道哪些改建可能不合法的 其實都是要 市民或同類型的單位 比較才知道 真的不想中招的話 不想自己一個槍被人告 或者有機會執法 第三步應該怎麼做呢 要有老婆 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是一個懶惰 老婆去檢查 但譬如說 找到你 你可以看完又問完 帶完官員上去看 真的說不行 你這裡 就算沒有危險也好 即是沒有即時危險 但也要整立 通常你會怎樣幫他追蹤 你會找一個他相熟的 還是你相熟的 還是有一些專門做這些 露台窗口 就是還原工程的 其實最重要就是 要看這些類型或這些項件 在同一條村或同一類型 是多不多 譬如如果十戶有九戶 那是不是跟政府部門 談一下會有些解決方法呢 當然剛才你也說得很好 第一個條件就是有沒有即時危險 這個就是最重要 但如果沒有即時危險 那會不會有些辦法去解決呢 正如我知道之前也有樓盤 那些露台真是開放式的露台 就是走得出去的露台 加了一個框 之後 原來當年發展商入漏了職 整個屋苑就現在卡在這裏 但你會不會幫他找人整 還是你會不會建議馬上去整 我建議先去看 有時執法部門的標準都很亂 居民都很難去跟從 但如果是這樣說 誰知道 你叫了官員上去看 他已經說了你違規 都不整 我不明白 有時官員都會跟你說 我們紀錄在案 有時這樣的情況都會見到 但你有沒有居民已經還原整 大概要花多少錢 其實就沒有這樣的例子 哦 那你又說你的屋苑有很大量這些案子 因為很普遍 甚至有很多居民 沒有人收服 甚至我敢說 十戶裡面超過九戶都有 沒有人收服 即是普遍到大家忘記了這件事 是的 官員又沒有時間去執法 對 所以說禁警的問題普遍很多 嚴重 但你問我 對不起 我可能覺得如果你有機會被人告 你真的找到合資格人士上去看 當然我自己了解 現在很多合資格人士都未必行看 因為怕背鑊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求助的話 要整個露台的窗 你都不知道多少錢 可以有權很貴的 是的 OK 我想這樣吧 找人上來看了 然後至少知道答案 你至少心安理得一點 今天多謝議員 謝謝你 謝謝 請 好 送走了中感論議員之後 我們問回住在這區的資料庫 Paul 中間論議員都挺有趣的 我覺得 OK的 第一 他就跟我說 十間有九間都有 那些窗 但有沒有弄過呢 沒有 為什麼有沒有弄過呢 因為執法部門 說來說去都說不清楚 只有講字 還有 都有一段時間都沒有 不過這一種模式 我又有體力 很體貼區議員那種 很貼近區議員那種想法 是的 如果有官員來到要查你的 那你就盡做 但你問我 我的立場 可能死板點 你被人發現了有錯 你沒有理由 真的被人抄牌的時候 先證 不過我覺得 這就是區議員的分順 他好像有個軟戰 他既幫助你做一些 就是幫助居民做一些 應付一些官員要求的事情 兩者之間周旋 這個都是他們的特色 但是你當區的話 很難 很難的 譬如我是市民 我找到中議員看 我當然是希望 想辦法不用拆 可以保持那個東西 又不用被人罰款 那麼 鍾金文就給他一個解決 他就是慢的 陳先生 我看著你 但是你不是這樣點我 要我拆 你想想想 如果鍾金文跟他說 喂拆了他 陳先生不能拼 可能下次是那張選票 就不是給他 我給他一個懂得回答我的人 這個就是比較現實一點 這個就是 為什麼民主選舉 有時候 就算是一個公平的制度 測出來的結果 都未必是你最喜歡的結果 但是你就要尊重 這個就是 選了出來是這樣 你就只能夠尊重結果 這個我們正常會繼續說 今天還有一宗新聞 剛才中議員都提到的 我們可以再轉得深入一點 因為畢竟是做傳媒 因為今天 譬如剛才我講過 多份報章都有相當大的篇幅 就講到這個蘋果和爽埔 之前訪問了這個大角咀 兇殺案的疑犯 訪問了涉嫌殺人的兇手 我這樣講應該 沒有妨害司法公正 沒有 現在就將會告他 也都相信 不久就已經有判決和決定了 所以說到連寶刀店也有 但是他激動 真的很激動 但是重點 其實就是 這一宗新聞 除了不喜歡蘋果的報章 大事報道之外 其實對整個行業 都提供了一個答案 我覺得這件事挺好的 第一 對於僱員的好事 業界僱員記者就是 好了 終於鑑定的價錢 就是什麼是做得 什麼是不做得 由法官和李老闆說 因為李老闆說 李老闆叫你 人家要做 你當然要去做 人家這麼拼命 就是下次再有兇殺案 你就粉身第一個 然後又有殺人兇手 你起碼可以和老闆說 前職記者可以和老闆說 暈倒不暈倒 還有就是 如果下次再是這樣的話 你想想 下次你可能還未去籌額 不如你又發賣 坐在水房旁邊 你去房間直接一點 其實電影有這些橋段 其實你一起坐牢就最好 越來越誇張 對 做他籌有 還有那個判刑上面 都要考慮 其實我都應該加重判刑 為什麼呢 就是對於老闆來說 其實對於做任何生意的人來說 我們首先不要誤道德 是一條數 犯法是一條數 如果我犯法 好像簡單說的 就是做流動小販才算 你判得這麼輕 那我當然做 當然做 不要做 就當做交租 在老闆理論裡面一樣 只有幾千元 開頭版 威過殺所有報紙 我都是比較死板 其實你剛剛講這點 就正正是 那個槍 如果有問題 改不改 觀點是 同樣的道理 但是你問我呢 我也是秉承的 如果那個真是一個 法律不容許的行為 按照你 是不應該做的 但是 實情就是 今主就會想 喂 如果我訪問到 谷島子的 是的 還掩蓋到那條數 就變成犧牲了你的利益 去令到他升子的數量 你想想 其實這件事 都是一個教育市民的一件事 你想想 其實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 都是我們很喜歡看的那些 為什麼承摩之路 那個殺人恐手 為什麼會變成這麼變態的殺人 這些是讀者的心態 很想去揭秘 其實是時候告訴你 其實這些我們在看的東西 全部都是 可能是妨礙司法公正的 當你想清楚那些層的時候 我們想想記者朋友 那個總編 之前都有幾間媒體 曾經被人告的總編 那個總編 已經是見到前總編 他沒有了飯碗 不是報紙說 你告我 好了我看出你 你幫我捱了這一次 捱了這一次 你有案底 我繼續升你做總編 繼續給你做 他已經沒有了份工 所以你看這麼開心 我們在看怎樣成魔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背後 出個人的成本 那些人的成本 可能失業 沒有工作 甚至留案底 是不是值得這樣看下去 不過我補一句 剛才你說你覺得判刑應該判重一點 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都妨礙 試試公正 你很糟糕 我自己修正 你應該考慮一下 如果我們用解冠心文學的角度去分析 就是說 如果判得重 就會有 如果判得重 那答案就會變成 就算是金主 都不敢立戀 將一些 前市員工 前市員工 推去一個這樣的境地 要他們去訪問一些 嚴疑犯 殺人兇手 施不施犯公正 再推一步 就是說 如果成本這麼高 就真的要冒很大的險 那件事是牽涉整個地方 以至整個國家的人民的利益 所謂公眾的知情權 以及你是不是要去挑戰這條法律的底線 那個角力 那個角力 可能現在我們看回國際新聞 施洛登事件 或者美國最近 這兩天又再有這個很熱烈的討論 這個其實是在 以北美為主的言論自由空間裡面 多一點的討論 反圍在歐洲這個傳統很強的 就是說 保障了個人私人的利益 就是說 如果有個嫌疑犯 如果他未被人判罪 基本上他守得好 你是不可以 過到那條線 歐洲的傳統是比較 這方面比較強 而比較強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因為當年歐洲有這個蓋世太保 德國蓋世太保 自己很強烈地侵犯 所有人民的財產 所以他們私隱的保障 歐洲人是強很多 美國人就不是的 美國人就覺得 真的 所有事情 要保障媒體發表的自由 因為他不信政府 是 因為他要監察政府 為何到今天仍是拿槍合法 因為他覺得 我們是不信政府的 人民要有保護自己的權力 所以他是 一直覺得 知情權 揭露透明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如果換得重 就是這個答案 如果換得不重 我們預期看到的答案就是 所有事情 就是金主 採主 和前線記者 互相繼續衡量 就變成了一條食物鏈的關係 我們會看到有兩個不同的答案 完成 請問一問 請你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